对自己不喜欢的人花一毛钱都难受 对自己喜欢的人舍得花钱的程度 属于那种咬着牙剁着脚打 把下个月师徒喜欢也要给你买 这样的金牛做女朋友 你居然不想来一个吗 孝顺家孝顺 你上哪里找一个这么孝顺的十二姓 做你最孝顺的金牛做当女朋友 不单你被收拾的利利索索 你的父母都会被他照顾得很好 里面懂事实大体 你瞎嘛不选金牛做当女朋友 那些说金牛做抠门的人 一里流放凌骨塔 刺一丈红 金牛做女生就是喜欢挣钱 喜欢攒钱 但绝不贪财 他们终于支配金钱的快乐 对金钱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吃吃吃日买买买 性价比高的有价值的 当你有了一个金牛做女朋友 根本不用担心置办的家具 电器 生活用品 因为他们已经挑戏选 给你最棒的了 对自己喜欢的人 金牛做女生花钱没犹豫过 一般都是默默做完 看你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满足 金牛做女生根本没钱真正在乎 你能够挑剔的她们的法理 是一种荣幸的认可 如果你还是一个吃货 Oh my god 那我必须说你有福了 金牛做女生对味蕾和食物的理 就是行走的 蛇线上的中国呀 跟着节奏 完全不用担心饿着 而且善于规划 整理的她们 会慢慢让你的生活告别 凌乱 走近远续 优雅 好完美 没有金牛做女朋友的强烈建议 你有一个已经有了 她的强烈建议 好好揭心你身边的金牛做女友 她们的控制你是有一点啦 但哪个女生没有呢 倔强呢 也是有一点啦 但你理解金牛做女生坚持的是什么吗 正是这种责任感 加上撞了男强也不回头的倔 才会让她们一旦认定你 持苦 创业 持家 真是面面俱到 做最能带给你安全感的 背后的那个坚毅的女性 即使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爱 一定是朝朝暮暮的温情 金牛做女生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勇敢站出来 体贴入微的照顾 不会轻易改变 她们够意气 够善良 够有福神 男人做到人上人辅佐的能力 值得你放心托福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看看歌王林一连 影后陈冲 颜值典范 古丽娜扎 看看古丽精怪的谢娜 真性情宁静 实力较心 看看女王 凯特 布兰切特 前后 Adelle 永远的奥黛丽 特本 得金牛做女友 得到的是一种 人生无法公量的才华 你搞不懂 最后 我只能说 错过金牛做女朋友 将是你一生的遗憾